一、二、三、四、三、四 嘿,歡迎大家歡迎收看吳芬斯的遊戲頻道 我們今天有更多世紀廖王台的節目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這場比賽是由GLXRUSHER 還有對到這個DERP RUSHER用的是這個伯根蒂歐 那DERP是在這邊用這個越南 是這個KOTD 比賽裡面兩個文明其實都還蠻常出現的 但整體來講的話 伯根蒂普遍在King of the Desert裡面表現是比越南要好的 所以RUSHER是有一點點文明上的優勢的感覺 那但是DERP的話是稍微領先一點點的積分 沒記錯的話大概差100分左右 總之沒有上次T90那一場的積分差距大 所以不算是有分差啦 這其實在高端來講差100分已經是家長便飯了 他們的 他們的100分分差其實實力還是蠻接近的 那 一開始找羊的部分看起來就是比較不順利一點 RUSHER已經找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波根蒂有沒有打算做這個提前的經濟升級 山村上墓 然後沒有做額外的推路的話應該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這個提早的雙頭褲 要拿提早的雙頭褲很早就要推路了 也可以找開犀牛了 看看找路的這個流程順不順利 不順利的話也是可以找開犀牛 就讓這個食物收入進來快一點 沒有這裡還是派了第四隻所以現在是四幕 兩輪之後射掉準備要去開墨房了嗎 這邊下完住宅應該就會接墨房 那 這不會有黑塊的才對 越南這邊的準備看起來還是有機會打黑塊的 敲了第二座住宅那應該不是 可是他提早拉野豬欸 對啊他提早拉第二隻豬 村民不知道要去哪裡 有點猶豫不決 一下跑左邊一下跑右邊 哇在處理野豬的同時丟一下冰影 所以他現在其實是已經準備要打這個黑塊了 不太確定是不是小黑塊 理論上是啊 因為那個金礦 冰影已經有點delay了 那金礦又沒有挖 所以 等一下應該是照兩隻民兵 這個都是有集結點的 所以他提前叫這兩個村民在收完這隻犀牛之後去收下一隻 所以不用再回來照顧他們兩個 看一下偵查範圍 戰爭迷路啟動 Rusher現在首次看到 Dirb的村民了 那 只掌握到了這個前方伐木場 成人中心的位置大致上可以推估了 不過就不知道對方的資源點長什麼樣子 那 現在看到次要的金礦 看到冰影之後應該家裡會做準備 有 分岔上其實看不太出來 對方是不是完整的黑塊 所以這個反應算是有點過度的大 但 安全總比 遺憾好 反應過度一點點總比到時候發生意外 不過 持之以恆的這樣子反應過度的話 其實是最後還是蠻容易搞砸的 因為 你就 對方做太小的騷擾 但是你的反應太大 這邊還差一格 OK 即時敲到了 那但是 現在蠻多人在這底下收 蠻少人在這裡伐木啦 就是伐木村民其實不太夠了 所以等一下會有蠻多人在村莊底下 成人中心底下伐木 Russia這邊是在上 時代的時候才拿這個獸根跟雙頭斧 所以 享受到升級的提前的這個比例不高啦 但 越南還是多了兩片黑暗田喔 所以 稍微吃一點虧 這邊兵營下的時候不太確定是走馬就還是走靶場 那 照現在的經濟分配來看 走靶場 是 走馬就是有危險的 因為這個果樹靠前 而且收的進度不是特別快 沒有拍到六村 已經拉人要去金礦了 所以看來是靶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越南這裡 木頭有點少 那 越南有一點點額外的木頭加成 在拿經濟升級的時候可以幫他省掉50木 至少是來自這個伐木場的升級的部分就省掉50木 那 不算是你長期可以用較少的村民伐木的正當理由 因為 那個總節約量其實 相較起來搞不好日人省來比較多 小麵符研發完成 那 壽耕技術的話看起來是沒有拿 壽耕技術省75木 也是 不小的節約了 ok 照Dep現在的資源量來看獸更是應該要拿的 沒有拿的話說不通 ok他已經拿了那很好 現在雙方的經濟升級是直接持平的 所以 就我講的 呃 伯根蒂提早享受到經濟升級的時間其實蠻短的 就是 照他這個流程來看 但是他的封建時間確實有比一般的伯根蒂快那麼一點點 對這邊有選擇上裝甲步兵我是覺得不太合適 他的小黑塊轉裝布這件事情在對方權威的情況下是 就對方的小微已經做這麼多了就不應該再升裝布了 因為你的兩隻小黑塊跟三隻民兵升裝甲步兵這樣子的代價之間差距其實蠻大的 那 注意一下這個小微的數量你把這一堆的木牆全部加起來其實相當差不多為了 就是半個基地左右的感覺 如果你只是找兩隻民兵敵人就已經花掉這麼大的這個代價在做基地防御其實真的已經可以見好就收了 現在裝布在驅散毛兵上還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他自己本身必須要進一些弓箭手過來就是 開始對村民進行騷擾 那用裝布去驅趕對方的毛兵這樣子在這段期間內 弓箭手就可以蠻有效的對村民輸出 但現在雙方都選擇毛兵 對封建的時間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延長 那再來就是 看誰有辦法先轉出刺猴 先轉出刺猴的一方 對付這樣子的毛兵組合就會有很大的優勢 這邊用五隻毛兵前壓對方去嘗試騷擾了 雙方的刺猴都隔屁了 一個是被射死的一個是被村民同死 那毛兵對村民的騷擾其實蠻有限的 因為他的攻擊力只升級完之後還是打一滴血 給前後場兩邊的交戰 這邊控不到被打死一隻 雙方直接脫隊 去躲在側面 這裡其實可以鑽進去了耶 但理論上是打不贏那麼多村民 非常漂亮的空兵 對付連續躲掉傷害而且 造成了兩三次有效輸出了 哇現在一隻毛兵的代價換掉 六七隻的兵耶 哇靠 這KD KD一比六不得了啊 那現在拉了三隻村民出來要去驅散這個毛兵 但其實追到這裡已經有點太遠了 該回去工作了 就是 單純靠自己的部隊去走動躲對方的攻擊消耗 其實他是沒有多少機會會去對村民造成傷害 因為這裡沒有弓箭手 所以其實村民持續的去驅散他 那就真的讓對方如意喔 就是正常來講是 他沒辦法對你的經濟造成太大的損害 可是因為你村民一直去追對方的毛兵的關係 反而損害到了自己的經濟 那這裡看到對方轉刺猴的話 幾乎可以確定 繼續出毛兵會刷賽的 看到有沒有馬上Q槍兵 有Q一隻 但這邊的毛兵數量跟 弓箭手的數量還是有一定的人數 所以一隻槍兵還是蠻危險的 所以一隻槍兵還是蠻危險的 對方目前已經是19村在食物上 那Russia這裡的話則是 13喔 雙方的刺猴都有補上 但是Drup的刺猴稍微多一些 開市場 不太確定越南有沒有機會打血統刺猴 對比現在的資源狀態看起來就是要上城堡了 但打血統刺猴對伯根蒂的威脅其實也不小 博根蒂單兵營 槍兵沒有繼續往上補 你轉一波血統刺猴的時候 其實博根蒂很難應付 他自己的刺猴也沒有機會拿血統 所以在上城的期間 他的刺猴也不會變成65T血 形成了一些成功的騷擾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村民樹對比 呃...城堡時代升級約10% 所以大概差一村吧 Drup如果... 自檢一村的話 村樹也還是比Russia多不少 多不少 但Russia應該是有拿輪軸 他沒有拿輪軸應該不會輸那麼多啊 哇...沒有拿輪軸就輸那麼多喔 Russia沒有拿輪軸就已經差到... 剛才看是已經差到四村了 也不對耶 那個1的差距是要加在... Drup這裡 所以實際上應該是差到六村左右 5到6村 3村 做了簡單的住宅牆 但還是沒有辦法防止這裡的農田被騷擾 金礦做了一波提早的撤離 可是後面沒有任何的防火牆之類的狀況 所以... 其實還是阻止不了對方進去 等一下還是會繞上來 那對比現在進到城堡時代 應該要馬上出騎士 有 要再出騎士 那... 這邊拿弩兵是比較可惜啦 因為其實他的部隊在前場換光了 他沒有剩下多少的弓箭手可以生弩兵 就算剛才有5隻好了 5隻的話 然後弩兵的科技也不是那麼划算 嗯... 其實他木頭有剩嘛 就是當初這邊多下一個馬 就... 早一點出騎士 然後拿到血桶 其實打這裡的部隊應該綽綽有餘了 2到3隻應該就清光了 對啦 他拿完工兵科技 就是弩兵升級之後沒有能力拿羽劍 所以他的遠程攻擊2級也沒有拿到 其實... 就橫數這樣子什麼事都想做一點 最後有一點太分散了 其實一上層的震撼瞬間選 其中一種威力兵種先打會比較好 經濟真的很好很好的時候 再去走這種雙黃金兵種組合 然後... Russia在上城的過程中是已經有把 弓刑具加上那個重梨都拿到了 而且有一級的彩晶技術 越南的話沒有拿 這個其實蠻異常的 越南才是應該全部都拿的 因為他這樣子總體省下來的木頭 其實加起來也是會不少的量 這邊騎士成功的吸引到火力 如果有優先打弩兵的話 不至於死這麼多人 Dev在封建後期城堡初期的 這個軍事交換比真的不太好 這個過度分散的城堡初期的投資其實很傷 那蓋這裡沙川看來是成功耽誤掉這個城堡中心 他是重新派村民出來蓋城堡中心 所以現在村民差距其實已經拉近到只差3人 那這肯定死了不少隻 2到3隻吧 這邊只留下自己的毛兵繼續做追擊 然後就把弓箭 十字弓分散出來向前 漂亮的快速圍牆 但十字弓還是可以用他比較長的射程去干擾自己的村民運作 這tc稍微靠上一點的話就可以掩護到了才對 哇這裡直接站著這樣對射還是會輸耶 有兩隻 有兩隻毛兵耶 OK村民可能可以同死毛兵喔 石門還是沒有取消掉 這邊前場用兩輪的 弩手跟毛兵在 持續騷擾的情況下 Rusher已經在轉追經濟了 現在要準備開3tc Rub這裡可能還會再損失一些村民 Rub也沒有拿 彈道學 Rush也沒有拿彈道學 雙方現在都是用蠻 競技型的打法在配置城堡時代初期 但是 雙方都互相造成了不小的傷害 城堡時代當然是Rusher對 Dev造成比較多的傷害 Dev這裡的話 主要傷害都是在封建時代的後期造成 這邊側面的兩座建築之間還是有漏洞喔 已經選擇下10牆了但這中間看起來還是有洞的 非常大批的遠程部隊 雙方軍隊的含金量差距蠻大的 那 這個很早期活下來的裝甲不平就這樣子往生了 有點浪費啊 蠻可惜的 他其實一直都有機會去騷擾一下伐木線 這邊應該也是只能在山林上隔著伐木線做騷擾 已經有點太靠近了 最後還是沒有射死 村民數量現在是77村比74村 所以 Dev的村民數反而不知道是停村的關係 反而還落後了 落後了不少 他比對方早3TC喔 Dev比Rusher還要早 蓋好3TC 所以 其實沒有理由村數會被反超 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 當初在村民的生產序上就控制的沒有特別好 他現在食物確實不太夠了 他 在3TC之後還持續維持11農 就是維持太久的時間 沒有把農田數量補上去 下一座城堡 3TC在有輪軸的情況下應該至少也還是要12農 到14農之間去維持 兩台投資車潛壓但是弓箭的數量很少 十字弓這麼一點點人 對方的馬就也已經在了嘛 當初弓箭就已經看過 車友祭兵了所以 這個 工程車這樣子推出來其實是蠻危險的 很容易被騎士收掉 這6隻十字弓絕對保不住 十字弓要撞城堡了 反應還算快 沒有承受到太嚴重的損失 但城堡看起來是有彈道血 沒有彈道血 所以純粹就是 光是霧傷就已經這麼痛 傷害減半還是很痛 給山陣差一點災難 但是最後還是有驚無險 嗯 損失真的不小 但 Russia的帝王時代已經快要進來了 那帝王時代 給伯根帝生帝王時代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這個是五馬就帝王 伯作馬就 還沒有開始造兵啊 這蠻奇怪的 他帝王都快好了 正常帝王跑一半他有額外的資源 對他資源那麼多 中傷騎士其實早就該拿了 中傷騎士才拿一點點而已 其實蠻早就應該拿中傷騎士了 然後 也要造一點點的騎士先出來了 造個五六隻 先出來跑一跑 跑到 定點他剛好變身這樣 那中傷騎士 在轉遊俠也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能夠在上帝王的瞬間 中傷騎士是已經準備好的 比較好 你就只需要馬上拿遊俠而已 伯根帝的遊俠科技減價不知道有沒有在這邊被計算出來 就是 馬就科技升級的費用減半 他的遊俠只需要65375 所以他的快速遊俠是可以蠻快的 現在越南也開始爬帝王時代 伯根帝既兵還是只有一甲 所以 還不算太完整的 高威脅 因為 對到十字弓來講 十字弓打 他的中傷騎士還是會痛 正開始拿彈道學 游俠開始升級了 加上機兵二甲 估計是等到帝王甲再開戰會比較好 游俠的話倒不一定需要 因為對方還在十字弓 對方還沒有升級到強弩 左側也是留下一隻 在騷擾 投資車跟工兵錯位了 不太確定為什麼 不太確定為什麼十字弓要往左邊跑 這兩隻投資車這樣白送 兩隻投資車等於四隻騎士的造價 所以 也不是一個小 不是一個小的損失 這是蠻大的損失 剛才看起來是還有打算要轉騰甲弓 但 現在知道帝王時代比對方晚之後就 這個 持續的生產 十字弓 用十字弓準備轉強弩 帝王甲跟游俠看起來差不多時間進來 那這對 越南來講是 天大的惡號 因為 他接下來就算把 這個強弩科技全拿了打游俠也是不太痛 游俠是蠻輕易的可以逼對方在 這個帝王初期就 就是要求他交出資源去轉 幾兵 然後對方轉幾兵之後你再把 波根帝的這個加攻擊力的 火槍兵拿出來秀一下 其實通常就 會有不錯的成效 因為主要是波根帝的快速帝王 應該說帝王初期的這個快速游俠 不是那麼好解決 以 強弩線的文明來講 不是很好解決 因為 雖然他的游俠比較廢 就畢竟差了 品種 但是 他的盔甲是完整 還是7點 所以差那些血 雖然有差一點點的 耐打程度但是 整體來說他還是比中央騎士要難對付得多 有差一點點 博恩帝現在才開始拿化學 稍微晚了點 事實上 晚了不少 但是在古風爐之後才要拿化學 對付得 重裝長槍研發完了 但疾兵還遙遙無期 這裡外部金礦也被驅散 DF的金礦其實告急囉 因為這個前線的金礦其實是不太能夠開採的 那他自己家已經是過度補充了 側翼這邊又 剩入大量的敵方村民 現在村民是139成比131 對從領先變得落後 RUSH的村民數量優勢還派了一大批 要來這裡蓋城堡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圍住藍圖之後 被對方的村民踩住了 所以沒有下成功 對這個藍圖被踩住 這邊遊俠直接深入後方 被住宅牆擋住 但還是繞進去了 四隻遊俠其實就能夠造成很大很大的殺傷 那取消掉城堡的藍圖直接在旁邊開始敲 對北京是無暇顧及自己的伐木線了 現在正面的城堡被打掉 雖然說他的火炮跟軍隊保存的狀況還好 但是這邊會直接導致他連 就是所有其他的發展方向都直接被封鎖死了 每一個方向都被插了城堡 所以他接下來再也沒有黃金了 黃金就剩這裡 那他沒辦法只靠毛兵加幾兵打贏 剛才他是有嘗試用僧侶去反制 遊俠 那其實這個在對付伯根蒂來講是標準操作 對付伯根蒂跟對付西西里 兩個家其實都蠻吃 蠻受僧侶克制的 因為他們都有一些特殊的祭兵加成 導致他們特定階段上的祭兵 特別不好解決 那僧侶的話 就是可以完全規避掉這些問題 因為那些加成對僧侶基本都無效 所以不管你是遊俠中央騎士 還是什麼樣的騎士 總之你就是會被僧侶著想 而且著想之後就是 跟你原本用的單位是一樣的強度 所以他就是會扭轉整個戰局 僧侶在對付騎士來講 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數量就夠了 對付騎士的話 其實招走四分之一相當於 對方少四分之一的兵力 你拿到這四分之一的兵力去對抗對方 那可以再削減掉大概五分之一左右了 所以其實就大概讓對方的戰力減半了 那配合你一般的反制兵種 或是其他的主力兵種 像十字弓或是強弩這類的單位 就很夠用 所以一般來說 僧侶在對付這種 帝王初期的震撼期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對方的游俠也可能就是一個 十幾二十隻的數量 那你可以湊齊一個五六隻僧侶 其實對游俠的嚇阻力就很強 那等到越來越往後期發展 尤其是對方已經開始把垃圾兵野補齊 去輔助他的游俠的時候 其實僧侶就很難發揮 所以那是一個暫時性的替代方案 至少會暫時舒緩你拿這個擊兵的擊破性 因為擊兵真的是一個蠻貴的科技 他強歸強但是也不便宜 所以被迫在一開始就交上擊兵 然後所有的鐵匠科技都沒有辦法拿的情況下 就要直接使用這個兵種 也是會蠻吃虧呢 所以可能要用僧侶再多墊一下時間 看他可不可以考慮這個 追帝王時代的時候先準備雙修道院這樣 那出到六到八隻的僧侶 先抵禦第一波的進攻 但這也要有足夠的資訊 確定對方是打這個中央騎士 因為其實在他推出去 看到這些馬舊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準備了 這這麼多馬舊他之後不可能不打 遊俠 就一定是中央騎士術生遊俠 那我們這一集的四季亮光台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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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